Hello 大家好 我是Lian 我是Mandy 好 如果大家有常看youtube的話 應該會發現很多厲害的美妝youtuber 包括國外或台灣 在上眼妝之間他們都會先上primer 或是用一些方法讓自己眼妝看起來比較乾淨 不過不管是黑眼圈還是所有眼皮上面都是 其實我覺得台灣女生比較注重的是底妝的搭底 而且其實我覺得眼妝的搭底真的非常的重要 其實為什麼要有眼妝搭底 因為我覺得有兩個比較主要的原因 就第一個呢 如果你有做眼妝搭底的話 你的眼妝可以化這個比較乾淨比較完美的眼妝 然後第二呢 連眼妝會比較持久 像因為我就是一個大油眼 如果我沒有好好的眼妝搭底的話 我當然眼睛過三四個小時 基本上就會整個瘋狂的暈開 或是我的眼影就會消失 可是如果我認真的眼妝搭底的話 幾乎維持一整天都沒有問題 不管天氣再熱 或者是我去做一些比較激烈的運動的話 就是也會常常吃 那誰啊 不爬山啊 吃火鍋啊這種 好 我們今天就要三種產品是向搭底的好朋友 那第一個是遮瑕膏 遮瑕膏過來就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大家家裡都會有 不用特別去買 但它也是三項中就是持妝效果最差的 但我覺得它遮瑕效果非常的好 因為它就遮瑕膏嘛 只是說像離眼可能比較油的 就沒有辦法用這一個 那我的話我都是最懶的時候 因為就是你不用特別在伸手去拿primer的情況下 你就是用這個 我就上一眼下之後再上眼上 然後點點點 但也不要上太多 然後上完之後記得一定要拿一個 你可以用蜜粉定妝 或是你會用 我的話我會用膚色眼影定妝 都可以 這是最簡單情況下 嗯 這我個人是完全不會走這一路 因為就是我用遮瑕膏遮的話 大概過兩個小時 我眼睛就會大出油 所以我基本上 我也是不太會把 就是粉底液上到眼瓶上的人 因為這款 因為其實他們都不是主打一些控油的 實妝的產品啊 你只是就是塗一個藍的 因為這個好處是 它可以把你眼睛弄比較乾淨 就是你之後上眼妝就會看得比較明顯 顏色會比較跳出來 而且其實你又上哪種粉狀的東西 現在眼睛上 其實後續的眼影會比較好上色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 比如說乾肌啊 眼皮不會出油的人 對 嗯 好然後第二項產品就是眼影霜 那眼影霜 大家會拿來當打底用的 其實非常有名 MAC的Pain Pot這個系列 然後基本上好幾個顏色推薦給大家 都是國外Youtuber推到一個不行 第一個 我第一個就是我 剛開始化妝的時候 我買的時候 這個顏色叫Bear Static 它是一個比較帶珠光的顏色 然後我剛剛實際用的時候 我覺得它超厲害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用過 就是眼妝打底這種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它還蠻厲害的 因為實妝不如就比 周小膏再厲害一點點 但是 跟最後一個 又沒有辦法 然後我還有推薦 就是因為我買這個顏色之後 後來我用了很久之後 因為我蠻凹的 然後另一眼又買了一個 但他不喜歡這個產品 所以他就送給我 這個顏色叫Soft Auquer 然後這個顏色也是 因為他就是說眼影霜裡面 大家最推的一個顏色 因為它是非常乾淨的霧面顏色 就是你聞人上上去 就是有一些遮瑕膏的效果 對 可是又有實妝度 就覺得還蠻厲害的 就如果說正常的情況下 就是今天沒有特別的說 如果說今天沒有特別的場合 我只是就覺得說 欸我希望今天的眼妝 可以稍微乾淨一點 我就會用這一個 然後但我後面還是會用一些 就是像前面的蜜粉 或是一些 膚色的眼影上上去 就是一定要定妝就對了 因為你臉要定妝 一點點乾 我覺得像我自己 我如果會用那一款的話 除非是我今天真的要畫一個 超級霹靂無敵厲害的眼妝 就我什麼叫大暈染顏色 然後我想要讓我的被子 非常的乾淨 我才會用那一款 因為他那一款 就是Soft Auquer 就是他們這個系列啦 我覺得都是你要慢慢上 就是如果說你是像Liam 比較容易就是會喜歡 習慣就是上很多的人 你就會覺得顏色好像都推不開 因為你都是要用 你無名字就是最柔弱的這個手指頭 然後你要慢慢慢慢慢慢 再慢慢慢慢點開 才有辦法上得很均勻很好看 可是我覺得他厲害 就是因為他遮瑕度 其實又很高 所以如果你要用一些 很厲害的眼妝 你就一定要用這一款 因為我個人眼睛 真的是非常會冒油 所以其實我用那一款的話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 肌線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就是 真的比較少用那一款 對 所以基本上 油肌就只能用第三款 嗯哼 好那我覺得第一款 跟第二款都是 混合肌跟乾肌都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是 油肌跟利眼一款 你就是要用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第三項 對好那我第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眼妝的好朋友 就是 眼影搭地膏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使用的是 NARS的這一款 它這一款是完全沒有顏色的 它的頭也非常方便 就是非常輕輕的 輕點大概三點 然後在眼皮上面 然後再輕拍開 記得絕對用拍的 不能用就是 你這樣抹的 這樣抹的很容易 就是你如果假如你不小心 你上粉底液的時候 你有上眼皮上 你用抹的 它就會變得很可怕 它就會有 屑屑跑出來 或者是會有一塊一塊的 結塊在你眼皮上 那我個人的是 就是先沾點 再上眼皮之後 我會把剩餘的 輕輕地沾點 帶在眼睛後端這個部分 因為眼睛後端這個部分 如果假如你畫眼線啊 或者是睫毛膏 油眼非常容易就是暈開 所以你輕點 你在後面可以避免 暈開的這個狀況 然後就是你上完它之後呢 第二項就是要用 使用霧面的眼影 就像明理剛剛講的 然後再使用霧面眼影把它定住 因為其實像這種眼影打底膏 它的質地都是有一點黏黏的 所以如果假如你沒有定妝的話呢 其實你太上後續的眼影 很容易結塊 就變得一塊一塊的 但我近期比較喜歡的呢 是用NARS裡面這個 霧面的膚色來上 就我個人 因為我眼睛真的很油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好 是因為其實它的質地 是微微偏乾的 可是假如你眼睛 真的沒有像我這麼油的話 其實你家裡任何一盤 就是大盤的眼影裡面 裡面只要有霧面膚色其實都沒有 就比如說像我這個 TOOFACE裡面一定會有 就是你只要所有大盤眼影 一定都會有霧面的這種膚色 其實偏黃偏粉我覺得都沒差 其實看你個人眼睛的色調 可能如果你眼睛是有什麼顏色 就是讓你neutralize 你眼睛的那個底色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因為我個人就是很油眼 所以我就喜歡這種質地 比較乾一點點 然後我就會用手指上那眼皮這樣 怎麼樣知道你眼睛完成了 就是你上完之後 你摸你的眼皮眼皮 就是非常乾 然後很滑順 這樣你就可以再繼續下去 就是你下一步要上眼影的動作 然後你的眼影就會維持一整天 然後記得你上這個眼影之後 也要微微上到就是你知道 眼睛下端後方的位置 這樣你的眼影絕對不會暈 就是這個方法我覺得是 有在化妝的人 我覺得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很習慣的動作 但我覺得好像台灣女生 還沒有變成是一個正常的順序 在他們妝容過程裡面 就是我覺得很多人會問我們思緒嗎 或是留言問我們說 欸想知道說怎麼樣可以眼睛不會暈染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法就是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是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之前就是我跟我朋友推眼影打底膏 他就完全不懂為什麼要買這項產品 可是我後來就是你用的話就真的有差 你的眼妝真的會維持比較久 所以今天影片呢就是一個比較短的影片 可是就跟大家分享 用什麼方式可以讓眼妝不暈染 也歡迎大家如果有就是化妝上 任何有一些疑難雜症 然後你朋友都不知道 你就是真的很想知道 可以留言給我們喔 我們如果知道的話 都會很開心的回覆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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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